大家好,現在為你介紹的是圓鋼食物攝影機在數學科上面的運用 各位老師,你在上數學課的時候通常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也會不斷的在黑板上操寫你的題目 可是我現在教你一個很好的小撇步 就是說你可以不用再一直操你的題目了 怎麼做? 你現在只要把你的課本或習題或是你的考試券拿起來 放在你的食物攝影機的攝影鏡頭底下 就像這樣子 你會發現在大螢幕上面會很清楚很清楚看到的 你的所要呈現出來的題目 然後你就很輕鬆的在你的課本上做解題示範的動作就可以了 比如說我今天要做這個154加252的這個運算的一個示範 那我就可以直接在這個習題上面做示範 這是6 然後這是0 進位1 所以答案是406 這樣就很輕鬆就可以完成了 可是啊 如果現在還是沒有很多題目中文字要抄的時候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今天上的課程啊 是像這樣子一樣 你看看 哇 有這麼多這麼多的題目需要 就是那個題目需要字要抄在黑板上 你會抄得非常非常辛苦 怎麼辦 那一樣呢 就是把這個15攝影機 就是把那個你的教材放在15攝影機底下 然後很輕鬆的在上面做示範的教學就可以了 比如說這題的答案就是7乘以4等於28 所以4個星期就是有28天 這樣你的教學就會變得非常的輕鬆 而且很簡單 那比如說我們在手邊上在數學課的時候 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輔助的教材 比如說像這樣子 我現在教幾點幾分 那我以前的教材通通 老師的教材都是有很大的時鐘 或是在黑板上不斷畫很多的時鐘 來示範或是請小朋友上來學習 可是現在不用了 我現在就要把這個很簡單的教材放上來 然後我就很輕鬆地在這邊教學 現在是10點鐘 因為這個指針只能是10點 這樣就好了 那甚至呢 我有很多在數學課上面要做示範的動作 比如說我要畫圓規啊 那以前我們老師都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兩角器 或很大的圓規 或是尺在黑板上做示範 可是現在不用了 你只要準備跟小朋友一模一樣的圓規 在15攝影機底下鏡頭做示範 然後比如說量半鏡幾公分 然後直接在這邊畫圖 這樣就可以了 那小朋友會很有認同感 而且學習效率非常高 因為你用的東西教材 是跟小朋友手上的東西是一模一樣的 好 以上就是數學領域的介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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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